全油管最快新聞 今年2月26日 廣東陽山縣13歲男孩 8歲女童 法律無追究 受害者被忽略引發輿論嘩然 雖為立案但必須警記此類案件的嚴重影響 法治的不足 助長不公平 須更審慎以保護弱勢 對於現代法治的拓展 應借此推進 為成年犯罪的處置 須全新視角 堅守法治是對受害者的真正撫慰 保護弱勢呵護為成年 幫能駐救更美好的社會 訂閱新聞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